6月15日,扎连斯基说,如果乌克兰打输给俄罗斯,最终会逼美国在北约崩溃,或者与俄罗斯开战之间作出选择 没有其他第三条路,要么是北约崩溃,要么是与俄罗斯打 扎连斯基说,如果乌克兰输了,如果俄罗斯占领乌克兰,他断定俄罗斯将会继续向其他波罗的海的国家,波兰这些国家就挺进,会打过去 这是他断定的,俄罗斯将会跟某一个北约的国家开战 去到那个情况,美国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是看着北约崩溃,要么是跟俄罗斯宣战 那波罗的海的国家,包括比如说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些都是北约国家,波兰也是 那根据现在北约的集体防御的原则,如果任何有对一个北约成员国进行攻击 那是被视为对所有北约成员国攻击,那他断定就是如果 乌克兰输了,那就断定俄罗斯一定会打起其他波罗的海国家,包括波兰 那因为他们都是北约成员,所以等于是打北约,那美国是被逼,一定要跟俄罗斯开战 这就是扎连斯基的一个推断,其实这是一个推断,俄罗斯可能不打过他 打完乌克兰停了,但是扎连斯基认为不会的,只要乌克兰一输,俄罗斯一定会再打过其他波罗的海国家,包括波兰 那直接就跟北约产生冲突,那会回应在美国一些,就是对乌克兰的支持 那开始没有那么积极的分子,比如说是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德桑蒂斯 他已经是准备竞选明年的美国总统的,那之前是说过,他说俄乌冲突是一场领土的争端 那认为美国是不应该进一步捲入这一场冲突的,那另外呢,就现在美国的 众议院院长麦卡锡在去年都说过,他就警告说,他说众议院的共和党的多数派呢,是不会向德克兰开出援助的一些空头的支票 就是不会开张bank check 给他的,就是你说要多少呢,都一定是美国一定要给的,支援不是无限的 那扎连斯基就针对这些所谓美国的人,就是不是那么支持乌克兰的人呢,他就这么说 他说,他试问任何一个认为美国支持乌克兰付出已经是太多代价的候选人也好,政治家也好,或者参议员也好呢 问他们呢,就是等于问麦卡锡和德桑契斯呢,他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发起战争呢 他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参战呢,他们是不是准备送他们的孩子上前线呢,他们是不是准备去死呢 就是,如果你还没准备好呢,就不要停止向乌克兰呢,不断地支持了 因为为什么呢,不支持的话,乌克兰打输的话呢,你们的孩子就没有选择了 一定要上前线,不死 那如果北约卷入,就是你们这些不支持,认为乌克兰已经付出太多的美国人呢 不得不呢,是会卷入这个船窝,会把你们的孩子送上前线的说 那么扎连斯基就说呢,这个呢,现在已经不是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了 那么根据扎连斯基认为呢,现在实际上呢,是俄罗斯呢,是和文明世界的对抗 那么你也觉得你自己是文明世界一份子啊,那就是呢,你现在应该是和俄罗斯对抗的 那么扎连斯基就说呢,获取先进军事装备呢,现在 得到最好先进的军事装备呢,对乌克兰来说呢,那过程是太长了 速度是太慢了,那令到呢,战争拖了下去 如果乌军一早得到更加多的武器,更先进的武器呢 将会以更快的速度是战胜的说 那就是说呢,其实那些西方国家呢,支援程度是不够快,不够大 这个就是类似到呢,至到现在呢,乌克兰都没打赢俄罗斯 那么他说呢,如果呢,今次俄罗斯军队在今次乌军的进攻之中呢 是打败了俄罗斯军队,今次反攻打败呢 就意味着呢,他认为呢,某他他认为呢,蟬 hast 认为呢,就是俄罗斯 就会输死整个战事的啦 而且反攻成功呢,俄罗斯呢, можете 就会输死啦 以为那他认为,那么造成是 那么他认为呢,那么帐 flag帐 那那麽 orbitals呢呢,也也是 也都回应了呢,特朗普 啊,特朗普,就多次呢,就是 是公开说呢,自己能够呢What the 是呢,在24小时点那呢呢,解决 这个俄乌冲突,還有他他就此再作出回应 就是,把特朗普呢,他就这嘴巴이고 原因是什麽呢 扎连斯基认为在这个世界上 现在没有任何人能够靠跟普京说一句话 就结束战争那麽说 但是特朗普没有说过 他跟他结束战争的方法是跟普京说话 或者他有其他方法 不知为什麽扎连斯基认为 特朗普可以能够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法 就是跟普京说话 扎连斯基指出 如果F-16部署在乌克兰境外的空军基地 譬如说他真的被F-16战机 但是他不一定要部署在乌克兰 因为部署在乌克兰这些全部都是 受到可以被俄罗斯的飞弹打击到的 可能会部署在其他地方 如果F-16战机部署在其他地方的时候 他认为俄罗斯就要研究 怎样去打击F-16战机 如果是这样做的时候 就等于是打击到一些很可能是北约的国家 那就存在是北约是进一步 卷入这一场武装冲突的危险了 就是说现在北约或者美国 已经答应了 把F-16战机部署给乌克兰 飞行员也是受训的了 但是这些飞机部署在哪里是一个重要的点 如果部署在波兰或者在乌克兰以外 其他国家是北约的国家的时候 那俄罗斯可能会攻击这些飞机 如果是这样做的时候 北约就会被捲入这一场冲突里面 实际上这个很可能 就是乌克兰斯基一直都是想做的 他希望北约和俄罗斯捲入这一场战争里面 所以乌克兰为什么经常要很想加入北约呢 如果加入不了的时候 也希望北约直接去和俄罗斯冲突去打 这个很可能 扎尼斯基就是他真的想这么做 这个他认为是符合乌克兰的利益 另外下一个话题我们讲到是拉夫·来夫 拉夫·来夫就是俄罗斯的外长 是怎么样回应回应 如果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 是达成这场仗打完之后 俄罗斯会怎么做呢 世界的布局会是怎么样呢 在16号就拉夫·来夫·来夫就 接受访问时表示 俄罗斯只会靠自己 不会再上西方的档了 在这次军事行动打完之后 将会俄罗斯采取一些完全不同的策略 不会再上西方的档 他也说到到时候 大家都会见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新的格局和以前是不同的 是什么不同呢 俄罗斯将会躺开大门 不是闭关锁国的 反过来 就和愿意建立平等互利伙伴关系的国家 建立合作 这个将会是俄罗斯在这个行动之后 新的对外的政策 拉夫·罗夫表示 在达成停火协议之前 他认为乌克兰与他的支持者 将会 这个很重要 被迫接受新的具体现实 乌克兰必须承认 任何可能的和平协议 所以任何都需要考慮到他说的几个地方 就是顿尼茨克、劳金斯克、克尔虫和扎波罗热地区的损失 意思是如果你想取回这些地方的话 似乎是不现实的 如果你想谈判的话 可能是要就地再谈 不一定是要取回所有的地方 似乎拉夫罗夫认为是不现实的 乌克兰的要求是不实际的 另外拉夫罗夫是警告说 如果乌克兰将这个谈判的时间拖得越长的时候 双方越难跟俄罗斯达成协议 达到的机会越低 回顾之前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 曾经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过 他说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是公开承认 他接受采访的时候是公开承认 他说当时签署明斯克协议 是为了令到乌克兰有时间准备和俄罗斯进行军事对峙 这个协议其实是有背后一个秘密的agenda 在里面的 按照默克尔的说法 冲突在当时是冻结了 但问题是没有解决到 而2014年签署的所谓的明斯克热议 是试图给乌克兰争取时间 令到乌克兰变得强大 和军事力量更强 可以威胁到时可以在军事上至少和俄罗斯对峙 但当时的协议是缓兵之计 现在拉夫来夫说 这种情况永远不会重现 即是俄罗斯不会再中计 不会跟你再签什么协议 俄罗斯为什么这些明斯克义 不会签的原因是 俄罗斯立了决心 是不会令自己的安全保障 俄罗斯的安全是建立在西方 可能向俄罗斯提供一些所谓的设言 或者是承诺 甚至在文件上面 他们都不会再相信西方的了 他举的例子就是 明斯克协议是骗人的 俄罗斯是必须靠自己去保障自己的国家安全 不是靠一次西方的协议 俄罗斯是完全明白 俄罗斯只能够靠自己 只能够和那些愿意和俄罗斯建立 平等互利伙伴关系的国家 建立合作 而西方是不属于这类的国家 当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达成之后 乌克兰将要接受一切 将会由西方现在主导全球化 他认为不会再存在 这个格局是会改变的 但俄罗斯将会躺开大门 不是闭关锁国 就和那些意识度 意识度 和俄罗斯合作 和美国在玩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游戏 是更加符合他们真正利益的欧洲国家 即是俄罗斯不会在这一次行动 战事停止之后 闭关锁国也不会和欧洲绝交 如果这些欧洲国家是觉得 和俄罗斯建立一个平等互利的关系 跟随美国在玩意识形态 更加有好处的时候 他愿意和欧洲国家合作 总结来说他认为到时候这个世界 这个格局是完全不一样 和现在西方主导的秩序是完全不一样 俄罗斯的国策也会改变 躺开大门 和不会再上以前的档 大家好 石楼台已经简化了订阅的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付费订阅石楼台更加方便 我们都优化了视频播放器 网续比较慢的时候 都可以看得流畅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 或者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181-3890 或者用画面上的这个地址 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的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 比较少说的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的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